音樂是反映人類生活情感的一種藝術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總必有音樂傳入耳中 往往能替我們舒緩壓力 降低焦慮 帶來溫暖 今天來推薦這有趣音樂動物視頻 快來瞧瞧這些熱愛音樂的小動物們吧 對牛彈琴是比喻對著不懂道理的人 講道理是沒有用的 現在也用來接下人們說話不看對象 相傳古人公民儀很為牛彈琴 但牛兒們依然低頭而時聽耳不聞 因為人類的音樂對牛來說較不適合 但以下這個影片可能會顛覆你的想像哦 對象中的音樂 他們很愛音樂 所以給他們另一個音樂 小女孩探索着她的手风琴 不一会儿 女儿们纷纷从远邦 举起过来 多么恋人心肯的画面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也是我们热爱音乐的原因 来自美国的爵士乐队 他们在法国为一群牛儿们表演 快来瞧瞧影片中的牛儿们 是如何深深地沉浸在音乐世界中 诶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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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re you gonna forgive me? Are you gonna look at me? Maya Maya Tomorrow I love you I love you Maya Maya Tomorrow It's just a day Maya Come on Way Come on Maya The Sun will come I do Maya Thank you for looking at me Finally Maya I love you 爱讲话的Miska曾经因为说出I love you而影片爆红 但她不只是爱讲话还是只很有音乐天分的狗狗哦 就让我们来看看她的有趣视频吧 S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ume Da I I use BOO LONG ig便 Alright erme fase比 Ready Just play eins ミー 《 mor harvested 4 euro》 《我minded》 《小玲珠川》 《我才還 joyful》 《 Colomb将》 《國庭》 《诸ミ光》 《國庭》 Good gi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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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nna listen to your song? Sing me some Good girl Good girl Sing me some Good gi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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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鸚鵡一向是聲音的模仿高手 這隻小鸚鵡蜜蜜蜜也不例外 除了哼歌之外 還會透過湯匙 來打作節拍 快來看看他那專業的節奏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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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分享及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哦